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我是不是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這件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講一講西方裝龍作瓦 之前有一份報告,西媒發行來說 他說中國對俄貿易量增加了很多 肯定賣那些東西你不要以為是民用東西 但是民用東西都很多可以變成是軍用東西,軍民兩用 反正你的貿易量這麼大,你就等於支援俄羅斯 你幫他做物業,變相,不好意思他們不是說變相 他們說等於是支持我很戰爭的 這是他們的邏輯 等於不是變相 不是變相,很直接 當然 我想問一下 如果一個國家 按照西方媒體這份報告的邏輯 一個國家如果是爆買俄羅斯的東西 比如是穀物 增加了5679.4% 即是將近57倍 那算不算是換俄? 按照他的邏輯應該是吧 是啊,你隱性也不行 是啊,因為你盡口 你沒理由俄羅斯搶 你肯定要付錢 按照他的邏輯 這就等於是 幫助俄羅斯 另外 如果一個國家 賣很多汽車 給俄羅斯 汽車很多零件都可以軍民兩用 沒錯 按照的邏輯 當年塔德班也很喜歡 某款美國好盟友的汽車 T字頭 很耐用的 這個很厲害 是的,T字頭 一說起T字頭 就知道說什麼就是日本 我們按照西方報告的邏輯 這樣羅列出來 日本 如果按照他們的邏輯 就等於是緩俄 是不是應該是西方領導人出來譴責 當然要 很多國 不多國 不多國 我們看回數據 日本也挺過癮的 不用怕餓到肚子 因為 這是日本自己官方的數據 根據日本 財務省發佈的數據 看到 日本從俄羅斯 的穀物進口 相對於前一年同期 增加了 5679.4% 即將近 是 57倍 不過 除去糧食之外其他項目 都有 增有減 不過 日俄的貿易總額 是真的降低了 所以他可以說 我的貿易總額降低了 我又可以反駁 現在俄羅斯的糧食賣不去 你是不是 按照 西方邏輯 你不是等於向俄羅斯絕中重炭 是嗎 任何都不行 他們標準很高的 是很高的 為何會跌得多呢 日本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 主要是 天然氣 和煤炭 因為這些 他自己 首先順勢旦旦旦說要跟美國人 跟大哥沒有辦法 跌得厲害了 是益了澳洲的 相反 日本出口 到俄羅斯的汽車 是大幅增加 84% 雙邊的貿易看來十分 刺激 因為你知道為何貿易總額會跌 是天然氣 和煤炭 大宗商品 所以 他買得少始終都跌了五成有多 這個是現實 他可以抓住一點就是貿易總額跌了 但是不要忘記 什麼都不應該買 尤其是 俄羅斯的糧食多得罪 賣不出 你等於急俄羅斯之所急 我就用你的邏輯 跟你說 除去穀物之外 日本 從俄羅斯進口的魚類產品 也是減少了 也是減少了 這些都是減少的 這些呢 你記住 這些 東西 非鐵礦石即是鐵礦石有買 非金屬材料即是他都有買 那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 對於他來說是真的 相當要命的東西 還有糧食 全世界的糧食那麼貴 為什麼你幫俄羅斯買 應該不要幫他們買 你傲氣一點 結果沒有 與此同時 日本今年7月對俄羅斯的醫療產品 出口 喂 你還不是還我 按照西方邏輯 你醫療產品 是不是送前線兵國軍 哎呀 原來 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 1123.2% 將近 是12倍 而且 有樣東西都可能是還得到我的 都可以均民兩用 橡膠 橡膠 他們 亦是增加了 這個 248.5%的橡膠出口 喂 你不要忘記呀 橡膠 你是不是給他用來製作軍用東西呀 橡膠可以製作很多東西呀 軍民兩用 之前你們報告說的 你記得 那些西媒說得多誇張 其實中國換俄很厲害 因為他的貿易做得很大 和俄羅斯 越做越多 說真的 你其他地方制裁了他 他就跟中國買了 就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說到 他的東西 記住我自己也說 可能會變成換作 前線俄軍的 產品呀 很危險呀 你拿證據出來才說吧 可能呀 考慮呀 潛在呀 忍中呀 忍性呀 他也想過呀 漲家的話我用回的邏輯 漲家的話可以做很多事 會不會做一些軍用車的車輛呀 另外呢 45.3%的 紙品出口 但是塑料出口就減少了 34.9% 鋼鐵 出口到俄羅斯 亦都減少了 94.3% 總體而言 其實 你不要以為他真的降了很多 原來 20237月 俄羅斯和日本之間 的貿易額 比去年同期 是降了百分之 是 51 是降到7.15億美金 但是 關鍵的東西就是俄羅斯想要賣的東西 糧食呢 記不記得為什麼俄羅斯是要 退出黑海糧食業議 他說 為什麼買不可以令到我們的糧食都能夠出口 其實呢 因為他是斷了很多糧 那你就 按照你們西方邏輯 幫他散貨 對呀散貨 雪中送炭 還有車 車 會不會有改裝 是嗎? 這個俄羅斯也很喜歡用一些車 日本車的車 他們貴很多 最愛的 日本車 對他們來說 由於俄羅斯經濟增長 和運輸的需求 日本 對俄羅斯的出口 是增加了25% 哦 那你糟糕了 記住 日本對俄羅斯出口 是增加了25% 那不就是 是 喂 換我 是嗎 其中 很大部分就是日本汽車 在禁止出口排氣量超過 1.9升 汽油和柴油車之前的一個月 其實 汽車出口是比 去年7月增加了84% 比年均增加了53% 這個類別 對日本 對俄羅斯的總體出口共建73% 所以要減 雙方面的 貿易額是否下降 他可以抓住一些貿易額下降 總之我就沒事了 但是 關鍵東西你幫他買 他關鍵要的東西你也賣給他 是啊 你怎樣說呢 其實 這個也是 因為 日本 從俄羅斯進口 液化天液和煤炭是減少很多的 導致日本整體進口也大幅下降 因為他們的價格 這兩項產品 其實就佔 俄羅斯對日本整體出口的六成 它是這兩樣東西 減得很厲害 其實其他 反而是有增 當然 說起日本 日本很厲害 你知道他們又是 不怕得罪全世界了 全世界只有西方和南韓 還有一些盟友 預計是8月24日排放 下廢稅 這是最後的日子 給得出來的 應該是 應該是走不了了 你知不知道 排入海當然是魚 魚鑊的很嚴重 你知道最嚴重的是什麼魚 萬魚 不是 原來現在台灣的研究 顯示就是抽刀魚 首當其衷 8月份就啟動這個排水 當然是不顧後果 你看尹錫瑜多開心 沒什麼所謂 尹錫瑜 尹錫瑜也挺好的 當國內的反對聲音 是透明的 尹錫瑜很厲害 他說 他說 他說要學芒果的 上市的網 他說 那些反對聲音 都是網民的大節奏 漁民是否都是網民 大節奏呢 我就不相信 真心說 他們是直接的受害者 是的 他怎樣都害怕 其實福島含村的廢水總量 是有130萬公噸 預計要用 三四十年時間才排得完 這個是長期的排放計劃 現在看到最有可能的 當然 就是這個 秋冬瑜 秋冬瑜 還有一個地方除了尹錫瑜 是比較 炸 他又不敢說炸成 但你看到他很開心 你看到他每次 一見到美日之外 很開心 他又不是攝錫瑜 他也是主角 因為他可以 顯示到自己是 跟美日是熟 當然 有 蔡政府曾經說過 四年後 才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一點都是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 這個 他是引述哪裏呢 蔡政府引述 這個 之前一份報告的 這個 研究員 台灣地區的一個 叫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研究員 吳朝榮就在 新西蘭 澳洲和台灣三地 跟那些 學者一起 研究 他說如果 在四年後才會影響到台灣 這個 實在太樂觀了 可能一年 就會有影響 當然 對誰健康不好也不是好事 但他一意孤行也沒有辦法 他有沒有其他方法是有的 但他選了一個最便宜的方法 我相信 大家會不會擔心 很多人說不怕 不怕你 說真的不怕你 有人說真必思理科學家 你不是應該 相信這個 國際魚子能機構嗎 其他東西我都說過其他人相信 因為對於 輻射和 其他 放射性元素 我們 要知道是很長遠才看到 效果 是需要很長時間才知道 所以 就像之前 他們都不知道 日本吃了兩隻雞蛋 吃了美國兩隻雞蛋 記不記得 其實都是後來才知道 這麼糟糕 之後出生的嬰兒就是這樣的 是嗎 另外 最糟糕是甚麼呢 就是 這件事真的 不太行 原來 共同社 共同社 日本的媒體 就說 這個東京電力公司 就說 核電站處理水 因為處理輸送軟管出現 歸裂狀況 你真是不可以令人放心 因為你東電之前有試過 說謊 現在有這樣的事情 再次發生處理水外蝕事故 你 差不多排之前 你肯定排了 這也不用說了 你又 突然之間這些事故 會不會令到別人的信心低下 更加低 低處未算低 當然你說人家東京電力肯說出來 他肯說出來是因為 我相信是真的很難 因為你壓力很大 亦相信有很多人監測著你看著你 你不說出來 就更糟糕 但是他會否說不說你也不知道 原來東電 6月 從環繞處理 這個灌的周圍 是 有個叫 內堤 遺堤 裡面積水當中是驗出 活度高於正常值的放射性物質 經過調查發現 用於輸送處理水的軟管上發生了歸裂現象 造成處理水外蝕 調查說有可能工作人員 用刀片 拆除包裝時不小心 弄到那條管是花了 而軟管的裂縫 在後續的洗浴當中 你知道那些膠如果有少少裂痕 如果你撐得大 撐大了之後就很容易破 被撐大了最終導致水外蝕 軟管就是 醉 6月欺材質 龜裂的範圍 在4.5cm 其實都很大 冬電就說這次輸送在半徐 檢查的非 上規作業 實際排海之際 將會通過 管道排放不是軟管 這個是你說的 但是 是不是應該 都要謹慎一點 我不是用這些 你不是用這些 我就當你這樣說 但顯示出你都是一般的態度 冬電 當然他都是說沒事的 最後沒有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已經是 降了 大概就24日 將會將這些核廢水排入大海 香港就反映了 香港特首李家超 表示強烈反對 就說已經指示 當局立即啟動進口管制措施 禁止當地10個軟的水產品進入香港 有沒有人會不開心 不能吃家鄉的東西 我去家鄉吃 我去家鄉吃 之前有一波 他還未宣布排排之前 全部沖住 就說要在排排核污水之前 吃盡它 吃盡它 你這樣 都證明了你對於這件事是有擔心的 如果不是還要趕著去 是呀 說真的 如果我是 弄一條7條 我都可能沒那麼擔心 但是我小朋友 小朋友的抵抗各樣東西都是差一點 我就肯定 不會買 這個是我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好像我這樣有小朋友 你甚麼都是從謹慎開始 是嗎 那麼 香港是Bank了甚麼地方呢 在 東京都 福島縣不用說 千葉縣群馬 還有是 工程 還有 長野等等 10個 10個 縣的水產品 將禁止進入香港 李家超 亦都在日本 公佈 核汽水排放時間 之後就說 為了保障香港 香港的食品安全和市民健康 已經指示環保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和相關部門 立即 啟動 進口管制措施 他就說 日本一意孤行 不顧對 食物的安全風險 以及 對海洋環境難以 回復的污染狀破壞 是不負責任地 把置身問題強加在他人身上 說真的 每個地方的首長 正路來說都是為自己的民眾著想 有些人說你太緊張了 如果 我只覺得這樣 如果他說 反而我覺得 尹錫悦和小英的態度 是不正常 你是跟別人說汗 比起 日方更加努力 他做甚麼 你是那裏領導的人 你是幫東電說話的 尤其是民主進步黨 謝長廷 他是台灣地區駐日的 相關官員 他是幫別人說汗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假裝都假裝緊張 是的 當然 敦促日本 我們要派人去監測 但是 事實上 我們只是看民調 事實上 一說了民調跌下來 你就知道甚麼事 你可以說很多人支持他 可能民調不准 我只會這樣說 或者 民調不夠多 不過也是從韓國那些主流媒體 記得他 初初 去了日本回來 民調跌跌跌跌跌跌跌 因為覺得他 感覺太過 好像 甚麼都聽世日方說 不過他可以這樣說 我現在這樣做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成誰 他頂著金仔 他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現在 你知道他在大圍營 三個國家談了 其實他 你聽到尹石雄春風有趣嗎 事實上是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他做得對 但是 等歷史去判斷 我知道他這樣說 你說那些 南韓的漁民 還有民眾 你知道當地 還未有人狂賣鹽 早前升得很厲害 其實這件事都已經是 算不算用行動去投票 算 因為真的不相信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